我那个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五亩数的单一梯检定还没有介绍 只是我想要先插出来补充一下那个说明自由度 因为刚刚我们在梯检定看到了自由度 但是在线性模式我们没有看到自由度 所以有必要解释 OK好那关于自由度这边就需要同学跳到电子书 就是在统计方法这个线性模型取向 我在这边有补充个一小节来解释 用那个线性模型线性模型真的很好用 这个我一直接触到这个教程才会发现到 我以前好好的去使用它来做教书 那这里因为刚刚连这本电子书也没有一个很详细的章节解释 是什么是自由度所以我在这里就借着介绍线性模型来做一个补充 然后我这个是从另外一本中文教科书 是一个教大资工的博士是资工的他们这本书 里面去它里面的一小节去改编出来的 那这里它这里有一个定义 我其实是重新消化了 自由度是说 包含现在如果假设我们有一个线性模型 有N的变数 大家今天都知道那个变数是什么了 那就是这几个变数里不受限制的变数个数就是自由度 就是你不受限制的变数有N-1的话 那个自由度就是N-1 这个听起来是很抽象 所以我接下来我用这四个例子一个一个带大家来认识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带大家复习 就重新再介绍的简单回归式 它里面的变数有两个 一个是Y 一个是X 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个A跟B 你们就当成是任何的常数就可以 任何固定的数值 那如果你要让左右两边数值都是相等的话 那是不是Y跟X 有一个数值一定要是固定的 那所以说以这个简单回归式来说 它的自由度就是两个变数减掉一个不受限制的个数 那就是等于1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数学的知识也可以知道 好这是第一个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拿进阶到多元回归式 不过不是很复杂的多元回归式 就是说一个回归式 就是它一个E变向 然后呢 右边有两个硬变向 然后A B1 B2都是固定数值的常数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一个回归式 它有三个变数 Y X1 X2 那要让等号两边都相等的话 就是有一个数值一定要限制 就是不管是Y X1 还是X2 其中一个变数的数值 一定要是固定的 它才能够让等号两边的数是相等 对不对 就是从1进到2这边 因为2就等于说 只是多了一个变数 但是 我们的原则就是说 要让等号两边是相等 好 所以这样子 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多元回归式 它的自由度就是 3-1等于2 OK 好 再来我们要到 跳到 稍微有一点点难 但是我们应该已经很熟悉的 样本平均值 这个公式前面有介绍 这个我们也知道 它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假设今天有N个样本 那就代表说有N个数值 那这每一个样本 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N分之X1 2 然后到N 然后它的总平均是这样 好 那这里的 其实你这个这个式子 还可以把它写成 就是说 每个X1 2 XN这些变数前 前面就在乘一个系数 N分之1 N分之1都是固定的 那也就是说 这里 这个X它最后 它一定是固定的 这个X bar不是变数 那变数是这N个 就是X12到N 这N个样本 好 那所以说 它那个X bar 你们可以想想看 最后这个平均值 它如果想 这个就是说 它等于一个数字是10 好了 如果我今天有N个变数 是不是组合 有无限多数 那也就是说 这里这个自由度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数 是要受到限制的 那它的自由度 就是N-0等于N OK 这是那个 那个慢慢我们看到 复杂 比方简单的情况 到复杂一点的情况 好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解释 为什么 我们现在都知道 样本变异数的公式是这样 为什么是N-1 好 这个关系到一件事 首先 前面我为什么要先介绍 这个样本平均数的公式 因为呢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 它这个等号的 右边 它其实 主要的变数 都是在这分子的 这个括号里面 首先这个xi 它就是一个变数 然后这个x bar 理念 它其实是可以这样子转换过 用这个上面这个公式做转换 也就是说这个 理念的 这个x bar 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上面的公式 给它展开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中间 你要假设它就有N个样本 最后 这个i 它是从那个 这个x i 它其实就是从 代表是x1到xn 任意的数 也就是说 这个N个变数 都集中在这个符号 所展开式 但是 这个 假设最后一个数值 xn 那根据这个公式 样本平均是有公式 我可以把它展开为 最后一个数 等于 这一个总和 就是平均乘于总数 就是总和嘛 减掉所有的数值 也就是说xn 它是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变数 它是N个变数 如果你现在放到这个样本平均 变异数的公式 唯一这N个变数里 最后一个变数 是必须要受到限制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个样本变异数的自由度 它是 它是 有一个收到限制 它是要变成 N-1 这是 关于这个自由度 顺便来衍生说明 前面讲那个样本变异数 我没有讲到那个它的自由度 跟平均数的自由度 为什么不一样 那这个给你们去好好地想想看 因为这个自由度 其实用统计软体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不需要去算出来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你知道它怎么玩的 你可以去减和你现在算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自由度的问题 往往都是很多可以发现到有一些统计报告 它其实这个计算是有问题的第一个现实 对现在也有一些软体 就是检核软体可以直接从报告中去读这个统计的数据 那个统计的数据如果发现到那个自由度跟它的那个 跟你这个样本数是有些差异的话 那通常就是说明 你可能是统计方法的设定 有些问题 好我知道这个地方很容易说想睡觉 但是这个还是要稍微补充要的知道的地方 OK 好